爱尔达成立于戏元2000年 是一个以IT为基础 拥有科技DNA的云端新媒体 以科技的力量 爱尔达在数位内容产业创新求变 今年更透过体育赛事转播获得口碑 其中在合作伙伴中华电信MOD用户 广受230万用户支持 而爱尔达也宣布 预计在3月下旬 在创业版以数位云端产业类鼓挂牌上市 从爱尔达成立的第一天 我们就很希望可以站在资本市场 我们可以被投资大众看见 走了23年 在股票挂牌上市前 爱尔达在1号举行业绩发表记者会 坦言影音传流平台的比重 是从原本的8%提升到了18% 推升了爱尔达的毛利率表现 虽然去年营收9.68亿元 略低于前年的9.8亿元 但毛利率是高了16.05% 而税后的存益更是年增长了123% 在我们去年2023年 整体的MOD的频道收入来讲 营聚综合台其实大概就占了40%以上的收入 我们的伙伴遍及全球 那其中也不发就是一些营聚综合的 一些重量级的一些合作伙伴 我们所有引进的内容 其实都是根据不同的族群去做挑选 此外爱尔达也宣布 已取得巴黎奥运台湾区媒体总代理业务 中华代表队目前已在八项运动种类 取得26席参赛资格 透过转播为台湾进而加油 希望运动员辛苦的汗水与泪水 能转化成场上的最佳表现 争取荣耀 原来新闻中文大师高华特别师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